起高空的船舟,这个球是直接飞出了底线 好了,现在这边的下半场比赛的花人命额 已经全部用完了 而广州亨纳这一边,除了替补门将和立潘没有登场以外 其他球员也是悉数登场 那么这样的一支阵容要踢到这场比赛90分钟打满 体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球又是奔倒了洛桑诺的脚下 但是这一次戒指 这场比赛洛桑诺已经是完成了个人的帽子戏法 目前他也是占据着本次杯赛 射手榜第一的位置 再来看一下慢动作 这个球从这个位置上来看 也不是一个越位的位置 体能的下降 那么恒大这边前场的上抢现在也逐渐在减少 所以现在又是陷入了和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一样 有一点被动防守的局面 局面的话 对方可以慢慢的打阵地进攻 像这样一下子打穿